食物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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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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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阿龍,今天的工作是來幫這個大番薯施肥,這個是黃色的番薯 我們要施肥的前一天到兩天,你要把蟲旁邊挖一條,就像這個平面這樣挖 他有沒有發現到這個番薯,它這邊就是那個根已經長出來 那我們前一兩天,好天氣把它全部整排拉,讓它曬一點太陽殺菌 然後我們再來施肥 這施肥你就撒在這個旁邊就可以了,正拍 我現在這個肥料已經放定位了 這個會蓋過去,稍微把它往這邊剝啦 為什麼要剝上來呢?因為它蓋下去,那我現在要把這個土拉上來 會碰到那個枝幹,所以說往這邊拉 這邊肥料施肥完畢了啦,已經把那個土拉蓋好了 那我現在要換這邊,這邊的葉子就把它往這邊蓋過來 才不會干涉到 那我這邊,因為這一邊還沒有拉勾啦 那我一樣先從這邊 等一下你可以發現我這邊拉一個平面 會發現到番薯下面的根細會 喔這邊已經有看到了,這個就是它冒出來的 啊你傷到沒關係 從這個平面拉一條一排 然後讓它曬個兩天,再來做進一步施肥就可以了 一點就很容易生氣 往下幾下 哇 然後我往下り吸煎き 這裡 啊 你 這個番薯啊 施肥跟下一次的施肥 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这个就给它晒个两天再做施肥 一般我们施肥是 左右两边都要施肥 那我这个番薯 种到现在差不多20天 啊你要施肥20几天以后施肥是正常 啊问题是你照顾的不好 这个肥能不能施 就要看你成长 你成长的不错 像有开根在叶子有活出去 这个就是施肥没问题 要试着生长情况啦 啊另外 像这个啊 已经有的这么长 那那边后面有的比较短 啊像这种情形啊 我们尽量说 这个疼不要拉太长 差不多适中这个长度是OK啦 啊你可以 跟它前面这个头 把它折掉 它就限制它的生长的长度 啊限制它生长的长度之后 有发现到它 有发现到它 这个 长度不要太长 适中就好折掉了 啊这 这边的长的比较旺 所以说这边就 长度有这么长 哦 像这一个就稍微短 不过这疼慢能够出是最好啦 所以长地瓜是OK的 这个像这个我们就可以先不摘啦 啊这个比较长 我们可以摘 问题你要下一次同一同一个时间 摘也可以 我们种番薯 第一个阶段就是打鸡肥 第二个阶段就是开根之后的施肥 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半月以后再做施肥 总共三个阶段啦 那我们这个三个阶段施肥完成之后啊 接着它就等地瓜的收成 在这个中途啊 这个藤麦啊怎么去整理它 万一有过旺的话 因为它旁边会长出很多侧枝 而且这个攀拔会拉很长 所以如果开太大太旺 过旺的话 我们可以从旁边修一点掉 不要让它吸走太多 它里面的养分 会影响到地瓜的生长 啊接着啊 我们从开始种的时候 做这个长度 比这个再长一点点 我们可以从后面这个 做栽心掉 控制它的长度 我们一折掉它就不会再拉出去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地瓜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 啊另外的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 订阅 按赞 分享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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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